来带您来看民众使用APP外送平台是越来越普遍 不过合作的餐厅食材都安全吗 小宝处史上第一次针对六都进行送餐的餐饮业者 共抽查26家 结果有惊人发现高达八成都不合格 其中高雄市有三间餐厅都被查出食材过期 但更让人担心的是环境问题 鸡茶员在一间餐厅鸡茶时 当场看到成群的蟑螂满地爬 鸡茶人员进到高雄市这间店家厨房 当场看到蟑螂满地爬 恶心成都让人傻眼 行政院消保处首次针对六个直辖市 线上送餐的合作业者抽查 高雄市就有三间 六都我不知道 但他们有处理就对 实际到不合格餐厅发现 墙壁老旧 后门楼梯间脏乱 工作人员没穿工作服 厨房也堆放杂物 还能想象之既然是有29年历史 位在国军英雄馆内的黄鹤楼餐厅 有改善有怎么做 不愿说明公司后续处理方式 这次机查查到 黄鹤楼有食材过期 白草粉 钢山豆瓣酱 梅子粉更长达一年五个月 另外一间被查出不合格的餐厅 也是在地高雄连锁老店 彩色巴黎 以及有25年以上的历史 同样也是查出过期食材 糖果和八角长达一年 但店家澄清 这些根本没有开封 它是一个未拆封 我会觉得有点蛮冤枉的 最后一间不合格餐厅 在机查过后就已经结束营业 消保处首次体检线上送餐 合作业者就有八成不合格 不免让消费者担心 或许会减少使用的次数 安全跟卫生考量 这才是最重要的 经过统计 目前手机外送平台 合作店家就有超过上千家 恐怕外送餐厅把关机制 得再升级 才能让消费者吃得安心 这些台北高雄众号报道